大家好,我是赵崇志 今天我要为大家朗诵的诗歌是 我想 作者高红波 我想把小手按在桃树之上 带着一串花苞 牵着万缕阳光 悠啊悠,悠出生生春的歌唱 我想把脚丫 接在柳树根上 伸进吃软的土地 提起甜美的营养 长啊长 长成一座绿色的膨胀 我想把眼睛 装在风筝上 看白云多柔软 瞧太阳多明亮 望啊望 蓝天是我的课堂 我想把自己 我想把自己 正在春天的土地上 变小草绿的生辉 变小花开的漂亮 成为柳树和蒲公英 是我最大的愿望 我会飞啊 飞 飞向遥远的地方 不过飞到遥远的地方 要和爸爸妈妈商量商量 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林伯基 今天我为大家 两颂的诗是 我有一只 绿色童谣 作者 安娜 我有一只 绿色童谣 飞落山岗上 飞落流树梢 小鸟说 真好 小花说 真妙 大自然 在桐鸟里绿了 你和我在桐鸟里长高 我有一只 绿色童谣 飞落 有 飞落 声明下 飞落在海岛 蝴蝶说 真好 浪花说 真妙 大自然 在桐鸟里绿了 你和我在桐鸟里长高 谢谢 大家好 我是伟丽丽 我今天要朗诵的诗歌是 海的故事 作者 安娜 大海的故事 很多很多 像金银的珍珠一颗一颗 从祖父的祖父到外婆的外婆 都讲着大海的渔船 都唱着悠悠的渔歌 大海的故事 很多很多 像碧绿的浪花一朵一朵 像爸爸的爸爸到妈妈的妈妈 都在大海里耕耘 都在大海边生活 广阔的海面像一面镜子 躺出一首首唱不完的赞歌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徐婉丽 今天我要讲书的诗歌是 《听海》 作者听播 我正踩着一只金色的海螺 踩着发在耳边听海 桃声震震 从海螺里传来 我听见了一只大海的歌 歌声给我无限快乐 我又想起浪花伸开 白风缓缓地飘上天外 我的心也变得像大海一样遥阔 大海 你永远那样富有 你像一幅变幻的图画 想起你 我就想大声歌唱 我把海螺烹在心头 就像喷着一朵永远不会凋谢的花 踩生永远想在心头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叫曾豪真 今天我要给你们朗诵的诗是 木兰词 作者 北魏铃歌 吉吉父吉吉 不难当护知 不闻鸡住声 为闻女叹息 问女何所思 问女何所意 女亦无所思 女亦无所意 昨夜见军帖 可汗大典兵 经书十二卷 卷卷有言明 阿爷无大儿 木兰无掌胸 面位是安玛 从此替爷针 东市买俊玛 西市买安间 南市买佩头 北市买长边 朝此言良赤 木书黄河边 不闻年良患女生 但闻黄河流水明尖尖 但此黄河赤 木之黑山头 不闻年良患女生 但闻年山不记生咎咎 漫影无荣机 观山渡若飞 说祭传经拓 谈光脚解衣 将军百战死 壮世十年归 归来见天子 天子作明堂 策勋十二转 赏似百千强 克汗问所日 木兰不用上书郎 愿见明陀千礼族 宋儿还故乡 爷娘文女来 出锅乡福江 阿姐文妹来 当护领红妆 小弟文姐来 磨刀霍霍像猪羊 开我东阁门 坐我西阁床 拖我战时袍 着我揪食伤 当窗里面闭 对近切花黄 出门见伙伴 伙伴见金黄 同行十二年 不知木兰是女郎 熊兔脚枯朔 死兔眼迷离 两兔棒地走 安能便我是熊子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骆子鱼 今天我要为你们念的是 未来的太空 不讨不软的水耳垫 所有的蔬菜 大谷和水果 都种在屋子里 同一棵果树 会长出不同的果实 那时候地球将作为 专门处理垃圾的地方 你不要的东西 都可以往地球上扔 可惜2000年后 我们都不知道在哪里 谢谢大家 谢谢